泰国曼谷枪击案击伤了中国游客的亲戚 击碎了泰国政府想要靠国人旅行重振经济的幻想 在这个人头攒动的鲜罗百利宫 几乎是曼谷市中心必打卡的地方 一位14岁的少年无差别设计 造成了中国游客一死一伤 而且他们的孩子都在旁边看到了这些场景的发生 虽然泰国第一时间表示了哀悼 并且能向家属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但是这些能够挽回一条生命吗 有人可能会说枪击案是偶发事件又不是天天发生 而且这还是一个14岁鉴定有精神疾病的人 好吧 那我用数据来告诉你为什么这不是偶然 泰国有朝1030万平民持有枪支 平均每100人当中就有15支枪 而且数据证明这些枪不是摆设 他们直接造成了泰国的枪支杀人案件 在东南亚是排名第二 这张数据仅次于菲律宾 而三年前泰国还有一场专业退伍军人的商场屠杀 造成了30人死亡也是孤狼作案 请问罪魁祸首难道不是枪支管理的问题吗 要知道泰国的这个枪支持有率 在整个东南亚是排名前三的 你说好事不争先 让人不放心不安全的事零段领先了 这可是第一个免签的国庆节 本来在泰国免签政策公布之后 富泰旅游的关注热度瞬间大幅提升 在消息公布仅仅半个小时之后 协程平台上泰国相关搜索热度 就环比飙升了800% 而这次枪击案件的发生 对中国游客旅游献性的打击可想而知 你想让国人们去旅游去创造经济 这没有问题但是总得让我们高高兴兴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吧 但是东南亚想要赢回中国人游客的努力 在这经验仿佛是越来越难 不是治安问题就是电站问题 不把自己的屋子拿扫干净 您邀请谁来玩呢 好 谢谢大家